由孙力 陈建斌 蔡绍芬等主演的 《清空大戏》《甄嬛传》 是即将于3月26号 在东方美视盛大开播 那今天下午呢 剧组人员是齐齐亮相上海 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开播盛典 那么对于刚刚产后付出的孙力 自然是最大的看点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刚刚赶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电视剧《甄嬛传》 开播大典的红毯现场 再过几分钟 孙力 陈建斌 蔡绍芬等一众主演和剧组人员 下午两点左右 《甄嬛传》的主演们纷纷走上红毯 虽然早春三月 风中依然伴着丝丝寒意 不过剧中的后宫家丽们 依然轻装上阵 绝对是要温度不要温度 其中最美丽动人的 要属扮演皇后的蔡绍芬 一身飘逸的蓝色印花长裙 配上灿烂的笑容 瞬间温暖了寒风中苦苦等候的粉丝们 和蔡绍芬相比 两位男女主角陈建斌和孙力 在服装上走的是务实路线 陈建斌一身黑大衣 搭配土红色围巾 温度与风度兼备 而新近妈妈孙力 则是以军绿色外套 搭配裤装亮相 显得潇洒和干脸 《甄嬛传》讲述的是 孙力饰演的甄嬛 如何在复杂的后宫争斗中 脱颖而出的奋斗故事 身为剧中的第一女主角 孙力在戏里 与一众家里争起斗演 计谋之深令人折服 而戏外的她 却不改豪爽的个性 这不八部会上的 一句无心的话 就差点引起了全场的误会 有一场戏就是《黄上驾崩》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场戏 然后之前 是吗 《黄上驾崩》 你先看看导演 然后又接一句 很多人都喜欢这场戏 然后《黄上驾崩》 旁边又没什么表情 这不好 我说就是陈建斌老师 演的那个《黄上驾崩》的时候 据悉 《甄嬛传》将在3月26号 登陆东方卫视的黄金档 届时观众们就将亲自领略到 剧中各备后宫嘉丽的风采 与的新闻地 宋晓彤上海报道